觀到一百二十月來 六十二經 這裡講到五運的色受享行事 要觀這個受苦樂不苦不樂 前面極滅 那麼 色受享行事都是這樣觀 那麼重點在觀這個心 那麼因為你如實觀察 於色樂著滅 卓滅 就不直取 不直 不懶卓 不直取 那麼所以 後有的生死就沒有 就是因為你 你把 他這個主要在講 我們的生死 都是由 我愛我見 就是由我見 那麼我愛 那麼我愛基本上就是懶卓直取 直取什麼呢 直取因為身心境界 身心跟心跟境 直取這些身心境界 而有的 這種種種種的 這個 受享行 這一些 有這樣在增強 我見我愛 那由我見我愛在起 種種 執著 那麼就這樣循環 那如果你把這個滅了 你不再直取 那麼你從哪裡直取呢 從瘦這邊 那麼你就 因為他主要就是情感 有情最大一個特點 就是情緒作用非常強 那種情緒 而且是 你養成習慣了 那種情緒都是立即的 就是 我們會有情緒 那麼情緒讓我們不得平靜 那讓我們 在不得情境下 我們會判斷錯誤 那麼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特點就是 他會直取 那麼懶著就是 直取得很嚴重 那麼 這種愛有時候分三種 有時候分五種 那麼後面會 持續講到這種現象 所以 那麼他的重點就是 你要常常 常常要怎麼樣 休息 方便 禪失 內疾疾心 就是 沒有境界的時候 你要試著 習慣讓心平靜 讓心很疾盡 那麼這種極界 會養成習慣 那麼 你習慣你不直取任何境界 那 因為 比如說你在禪修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境界 你就是 只 只取那個方法 比如說 觀呼吸 呼吸入 呼吸出 那當你在觀呼吸入的時候 你就只是呼吸入 那麼你在觀呼吸出的時候 也只是觀呼吸出 你沒有其他的子取 你就單單觀察這個 那麼雖然其他有很多境界 那同時有香氣 有聲音 身體會癢 會熱 種種這一些 那麼有影像 不管 不管有什麼 你就是 專心在 呼吸入 呼吸出 那麼 專心在呼吸入的時候 你也不管呼吸出 專心在呼吸出 因為呼吸是自然的 你不是控制他的 你不是他控制路控制住 不是 你就是觀察 那這種觀察 養成習慣 你就是你會專注觀察 這個時候 你心就不容易受外界影響 那麼從你禪修出來的時候 你養成這種習慣 那麼 那麼你就 開始 看這些境界 你也只是單純 從法上去觀察 那麼你有情緒的時候 你單純只是觀察你的瘦 那麼 類似像這樣你就觀察 那麼如此的觀察 那要觀察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觀察最重要的就是 你 心要寂靜 那心寂靜當然就是 你很專注的在觀察 那麼 觀察呼吸力 觀察呼吸出 也不單單只是為了觀察呼吸入呼吸出 因為觀察這個意義不大 觀察這個是讓你的心習近 那麼你進一步再從呼吸入呼吸出 看到這種無常向 因為不管你怎麼觀 不管你是靜觀不靜觀 那個 無常觀 不管你是什麼觀 你都要觀到什麼 無常無我 一定要都回歸到無我這邊 那麼這個是佛法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修行方法 因為 我見我愛就是核心 那麼你要 你要離我見我愛之前 你必須心要有力量 那麼心要做官之前 你當然可以 你先讓心有力量 再來做官 或是你先了解 那麼無我的觀念 那麼再來訓練這個心 然後再 屈辱 那麼都可以 那只要一般來講 都是先建立這種 正之間 就是無常無偶的正之間 那麼在訓練你的心 所以他這裡講 常當 休息 方便禅食 內疾其心 所以 我們 基本上 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在普團上 當然 當然 在禅堂禅修也很重要 不過你要知道 這樣我禅修的目的 是要讓你的心 是要讓你的心有力量 那麼定有真善力 那麼你才有辦法 如實觀察 所以內疾其心 精情方便 如實觀察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觀察 就觀察這個色受想行事 那你離了禅堂 你一樣 亦有感受 亦有情緒上的問題 你習慣 回過來觀察自己的心 而不是 而不是 攬著那個禁 所以 心觀察這個禁 那為什麼要觀察這個禁呢 因為心已經足那個禁了 它已經有情緒了 那麼這個時候你回過來觀察 基本上 基本上 都能夠讓心平靜 那麼你仔細的觀察 你就可以察覺到 這個 煩惱的生起 那麼這個時候 你覺察煩惱的時候 就可以進行 控制煩惱的過程 或是 當你覺察煩惱生起的時候 那個煩惱就沒有了 因為你知道 它的虛妄 它的不真實性 好 那這個是 一般我們講到 這個觀察 內吉其心如實觀察 那後面 如觀察 如是分別 這個觀察就是 前面那一部經 六十二經 那麼 他說如是分別 這是前面的 不是前面 就是 這樣觀察後面還有 他這個沒有寫 但是說 像觀察這樣 分別 除了觀察之外分別 然後再種種分別 這就更細了 那麼 知 廣知 就分別 然後由分別而知 那這個分別 有粗有細 就 粗的分別跟細的分別 種種的分別 然後知也有 有三種 知 廣知 種種之 那麼清淨 清淨 清淨休息 露 觸 震 十 那麼 他說 一般來講 大概就 這樣總共有 這樣算起來 大概就是 十一經 九 十 十一 然後再加上觀察 就十二經 這樣就有十二經了 好 那但是後面 這一些如果給他算起來 那他說 從看一百一十頁這邊來看 不是 因為這個沒有導師的註解 所以我們就不看 那他說從後面這些經來看 導師是這麼講 大概只有十一經 那這個沒關係 這個跟我們的課文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衝突 好 我們來看 他後面 種種分別 知廣知 總共加起來 這樣 有十一經 然後來看一百二十一頁 這個是七十四經 所以他六十二經 再加上 那麼 他這裡 他這裡是加上十二經 十二經亦如是廣受 但是 總共只有 如果我們看起來 看總共應該 他這裡只有十 他寫十二經 但總共只有十一經 好 那麼再寫 七十四經 所以前面是六十二經 所以前面是六十二經 那這裡是七十四經 就 差了十二經了 就包括六十二經這一部經 十一經 然後加六十二這一部經 就十二經 那麼 加 所以現在是第七十四經 那是 在算這個經數的部分 好 所以現在看第七十四經 一百二十一項 一百二十一項 他說 有這麼一天 佛在 其遠近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說 一樣 常當休息 方便 禪師 所以 常常要 有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方便禪師 內己其心 就是要讓自己的心 及盡 因為我們大概禪修的大概比較少 通常都是念佛 不過也有 因為現在最常的這種 若一日到若七日的基本上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佛期 一種就是禪期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那因為 這個南傳佛教 南傳佛教 這個也很多在台灣 那麼也影響 所以 禪修的也非常多 幾日禪幾日禪的 那麼也有 那算是 也有一些風氣 那麼早期是比較沒有 早期大概就是 很多天的大概就是 念佛 或者是 宋經 法會 比如說 水陸法會 好幾天 梁黃 四五天 或是 華顏 那麼 也好幾天 那法法也有 就是一直送親 或是 或是這個 簽佛 一直拜佛 那麼 現在就是禪修的會比較多一點 那麼大家對禪修也比較 了解 台灣早期算是 禪修的不多啦 那日本 日本的這個 林木大佐 那麼向西方 推 推行這個禪 就中國的禪 所以 很多 剛開始很多外國人 會認為禪是日本 出來的 因為他們 但是 他那個就是 後來像緬甸 泰國啦 有很多禪師 那麼一開始 其實在台灣也流行 禪修是 算是 很古老的一種方法 在沒有 佛陀還沒有出家的時候 印度就已經有了 其實中國也有 只是說中國的這一套 老子的這一種 老子其實也是種 種定的 但是這一套沒有被發養出來而已 印度是 他的瑜伽 這個就是禪 是 從古 就很古老的就有了 不過現在像瑜伽 這一種 他很多都會偏重在身體的柔軟度 那其實真正的瑜伽 他是強調 所謂的身心靈而已啦 他重點的還是在那個心 專注 他說常當休息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佛陀剛出家的時候 他就去跟 塔婆羅摩諾子和阿羅羅加蘭學了 所以 禪修的基礎基本上是印度古老的傳承 所以則和 休息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那麼 定這個禪師是定 定的目的 就是要做官 那麼一般我們講 這個 舍摩他彼婆舍那 那 就是子跟官 重點就是子跟官 就是心要有力量 那麼 才來做如實觀察 心沒有力量的時候 散亂的時候 或是昏暗的時候 一般我們說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不利 就是 你的智慧沒有辦法到 那麼 可以做如實觀察 那 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心沒有力量 心沒有力量 他智慧就 沒有那麼力 那心沒力量有兩個基本障礙 一個叫做昏塵 一個叫做吊舉 昏塵就是暧昧 那吊舉 就是散亂 那散亂的很多原因都是因為五欲 五欲 那麼昏塵當然是心暧昧力量 有一點點 那麼 無知的狀態 那麼散亂是 很會分別 種種分別 那就是 心攀緣的很厲害 這個是吊舉 那昏塵反過來 就是 有一點點 不清楚狀況 暧昧 有一點昏塵昏塵 那主要是這兩種力量 那麼障礙 所以他這裡講 內極其心理如實觀察 最重要的還是如實觀察 那麼這個觀就 不離開觀無我 不管你怎麼觀 觀到最後一定不離開觀無我 如果你的觀 觀到最後 變成 也有這樣子的喔 這觀到最後有一個真心自我 那這種觀 也是觀 但不是佛教解脫觀 就是不是佛教的中道觀 中觀 中道如實觀察 就是說他已經偏掉了 那麼偏向於這個所謂的 我見 常見斷見 已經偏到這邊了 那麼 中觀或是中道如實正觀 這個 他基本上就是正確的 那麼他不偏向 這種錯誤的 沒有錯誤就是正確的 好 所以 他說 雲何如實觀察 那要到底要怎麼觀呢 就跟前面的是一樣的 這一篇跟前面的 一樣 只是說 他在講到 熱的時候 那麼把這個愛熱 分成三種 三種層次 那也有分五種的 那我們後面會慢慢看到 那麼這裡就是 跟前面 六十二經 比較大的差別就是 他講到 這個熱的時候 那麼 他 有所謂的 愛熱 讚嘆 那一般有講到三種 愛熱 讚嘆 懶卓 那這裡講到 這裡講到的是 熱 讚嘆 熱卓 那通常都是 愛熱讚嘆 懶卓 好我們來看 他說 魚吃無穩凡夫 怎麼觀察 先觀察這個色獸響形式 那他是生跟滅 極跟滅 極就是生起 極起 極極 那麼怎麼樣觀 五蕙的生滅 因為五蕙本身就是無常的 他不斷在生滅當中 他不斷在生滅當中 那麼他說 魚吃無穩凡夫 不如實觀察 通常 不如實觀察是因為你不知道怎麼觀 那你不知道是因為你沒有聽過 他就說魚吃無穩 那麼色味色 不如實觀察色疾 色味色患色離過 就是你不會如實觀察 這個生 這個色 也不知道 你正在染灼這個色 胃就是胃灼 貪灼這個色 也不知道貪灼這個色有什麼過壞 也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遠離這種貪灼 就是說 你不知道 如果我們 把這個當作是煩惱的話 就是說 你不知道 你在起煩惱 你不知道你有煩惱 你不會觀察煩惱 不會觀察煩惱是因為你不知道 你有起這個煩惱 那麼也不知道 起這個煩惱 你有什麼過壞 那也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 對峙這個煩惱 你都不知道 那所以 因為這樣你就會什麼 你就會一直起煩惱 在這個境界上一直起煩惱 我們就要做什麼 樂 樂比色 那麼 讚嘆 愛灼 那一般來講 這個阿岸經裡面 常常用的是愛樂 讚嘆懶灼 那這裡用的是樂 讚嘆愛灼 後面 通常都會有的是愛樂 讚嘆懶灼 常用的 我們後面看到的時候 我們再注意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講 樂比色 讚嘆愛酒 於未來是色 父神 那因為你不知道 要 我們就把它歸到煩惱來說 因為你不知道 那麼 你有什麼煩惱 為什麼會起煩惱 在哪裡起煩惱 那要怎麼樣對峙煩惱 那你也 不知道煩惱都過壞 所以 你有可能知道也不會去對峙 那麼要想要對峙也不知道方法 大概就是這樣 那因為這樣你就起煩惱 那因為你一直起煩惱 這些煩惱 就會導致於你 造種種的業 那麼一直起煩惱造種種的業 這些業 又遭感不好的緣 又讓你起種種的煩惱 這樣你的業 就不斷不斷在成熟 就不斷 因為相續 所以你的業就不斷在成熟 所以 當你在受暴的當下 又不斷在造新的 夜報 一夜受暴 因為我們這個叫做 這個五運生是一夜受暴的 夜報生 那麼這個夜報生 又不斷在製造煩惱 那麼這些煩惱又形成新的夜報生 就這樣 所以未來四色附身 就像我們早上講的 因為這個煩惱的人事物 煩惱的境界 這個 我們叫做苦的 你不喜歡遇到的 那麼你起煩惱 那麼這些煩惱你不曉得去對峙 你也不知道怎麼對峙 你根本就不認為 或是說你不曉得這個 這個苦的因在哪裡 所以你從這個苦的苦果當中 你又造起種種的煩惱 造種種的業 那麼這些煩惱業 就會滋潤 增長 你過去種種的煩惱跟業 那麼它就會成熟 這些成熟 又會讓你受未來種種的苦 就這樣 那麼一般 就是說 貨業苦 貨業苦不斷的循環 那麼就是 你現在 那你現在的煩惱 是因為你這個苦 那麼這個苦讓你起這個煩惱 這個煩惱又讓你造業 這個業 又會招感 就會成熟 讓你受種種的苦 就這樣 那一樣 它這裡 染灼 愛樂 這裡是寫 樂 讚嘆 愛 佐 那麼 你未來 未來的業報生 未來的苦 未來是色 就是 未來的苦 五運就是苦 那這裡以色為代表 後面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那麼有生死 有五運 有身心 就 有苦 生老病死 生理上的 願見為愛別禮 求不得 心理上的 那麼它不斷的變化 它就是產生苦 所以未來是色 附身 受想形式 生理 不解脫於色 不解脫於色想形式 我說 比不解脫 生老病死 憂悲腦苦 純大苦懼 只要你沒有 你沒有從中解脫 就是 你 不如實觀察 你就不可能得解脫 你不如實觀察 你不可能得解脫 如實觀察就能得解脫嗎 可以 要如實 如其事實 那什麼叫做實 無常無我 無我就是實 那麼你沒有從 如果你的觀 沒有觀到無我 那也不能得解脫 因為解脫 很明白嘛 什麼樣才能解脫 斷我戒 才能得解脫 那麼 就算你還有聚生我職 但是你只要斷了分別我職 你只要斷了我戒 你決定可以得解脫 那麼 雖然還沒解脫 所謂解脫就是沒有生死的狀態 但是你也可以說是已經部分解脫了 解脫什麼 解脫三二道了 因為你 雖然沒有解脫生死 但是你已經從三二道的束縛中解脫了 你不會再做三二道 你不會做三二道並不是佛加持你 保證你不是的 而是因為 你有這個智慧 你有這個法的力量 你會如實觀察 你不會再造三二道的業 是因為你不再造三二道的業 你才解脫於三二道 那你憑什麼不到三二道的業 因為你斷了分別我職 你不會再起虛妄的分別 而斷了起或造業 就是你因無知而造罪這一部分 已經沒有了 只剩下因為無力而犯罪這一部分 但是你因為 你再怎麼樣 你也不會去造三二道的業 你沒有這個 你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習慣 你怎麼樣 也不會 就算死 你也 會死 你都不會去造三二道的業 那就是一種很強大法的力量 你不是靠 佛菩薩的加持 不是靠佛菩薩的護念 就是法的力量 所以 佛陀其實 一般都是強調這樣的 但是因為後來 有一些眾生 他 比較沒有力量 所以就跟他講 就是 靠諸佛菩薩的護念 護持 讓你不斷三二道 其實 真正諸佛菩薩 護念就是 讓你明白 讓你清楚 讓你了解 那麼 你明白了 你自然而然 你自己 就不會剁三二道 所以這裡講 不解脫 於色 不解脫於色 想形式 就是五運 就是你還會遭受五運生 那麼真正你不解脫於色受想形式就是你不再生死 你不再生死 三果還沒有完全解脫 那麼三果還會生到五不還天一次 那麼 出果 那麼還有 不是說一定 但是說 最慢 最慢 他 七次 人天往返 就會解脫 那麼二果一次 因為他已經薄灘成癡了 他還會來御戒 還會來 那 因為五運沒斷 三果就把御灘斷掉 所以他不會來御戒 那出果二果御灘沒有斷 他還會來御戒 還會來御戒 阿羅漢斷了 三戒都不去 所以就沒有生老病死 那沒有生老病死 當然也沒有優悲腦苦 那不會再有了 那麼這個是身心上的 生老病死 純粹只是生理上的變化 他一定會經歷的 那優悲腦 這些苦 優苦悲苦 腦苦 這個是 心理上的 主要是 心理上 我們叫身心的苦 辛苦辛苦 願正會 愛別離求不得 這些都是心理上的 那麼這些苦 是 概說啦 真的要講 非常多的苦 有非常多的無量苦 那把它分成 身體的 心理的 那麼大概 那麼種種的苦 所以叫做 純大苦 聚集 就是 我們的生命本身就是純大苦聚集 非常多的苦 那我們已經算苦了 但是 其實 人受的苦不大 三二道受的苦更多 你像那個畜生道也是一樣 那麼 這個 惡鬼道 那個時間有點長 那 地獄道就更苦了 一死再受苦 我們是偶爾受苦 其實我們大概是偶爾受苦 那 而且我們有能力讓自己不受苦 三二道沒辦法 三二道沒辦法 他沒有能力 他的智慧 他的習氣 他的業力 束縛住他 他沒有力量 他沒有力量讓自己不受苦 你說 如果他聽得懂人話 你告訴他內疾其心 如實觀察 我告訴他他沒有辦法 他做不來 你單單要跟他講鏡子裡面的你不是你 他都不一定知道 你要講現在這個你不是你 那這個是很難 很難說得清楚的 那麼所以 三二道的眾生 他的 煩惱比較重 那麼業力 惡業 比較重 那麼習氣 比較重 所以 就是 就算他過去生中 即使他過去生中 有訓息 即使他過去生中有訓息 有術士會 那麼也要這個業報生脫離了之後 到人中來的時候 那種力量才比較容易升起來 除了 除了像比較高級促生這個的 可能就機會比較大 所謂的高級促生就是像龍王這一種的 還有像 像這種 精靈鬼怪這一種 他過去生 也許是修行人 但是 像任怨君這樣講的 也許修行人 持戒啦 修定啦 執著上 然後墮入那種促生道 那雖然是墮入 但他不是真正像一般 出生道那樣的 像龍啦 像這種 精靈鬼怪 這種什麼精什麼精的啦 那麼 就是 他 靈性高一點點 那麼他比較有可能 但是 也是 跟人來比 障礙也大 障礙也大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 人跟天比較有機會 除去人跟天之外 其他的 其他的眾生都很難 在人 人跟天之中的類似那種 非人 也有可能 但機會不大 機會不大 那真要講人天 所以佛陀是人天導師嘛 主要是利益人天 人跟天 那麼天利益的比率少 天利益的比率少 因為他想太享樂 太享樂他那一種 他那一種犯恨性 意念性跟情勇性 就是說他那一種犯恨意念情勇 因為他太享樂了所以他比較沒有那一種 要離苦的那種 積極性 積極想要離苦的那一種動力 比較沒有 就是他要精進比較精進不起來 天上的人是這樣 就是你要讓他精進比較精進不起來 那人因為苦樂參半 太苦也不行 那人因為苦樂參半 所以 他比較有要離苦的積極性 那個動力比較會有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勤勇聖 一般來講 人有三聖 意念性 泛恨性 勤勇聖 可以 可以修行 內疾其心 然後 這個如實觀察的 人跟天都可以 那其他的像 比如說像 比較高等的畜生 那麼 也少分少分可以 其他都不行 其他都不行 那麼 意念我們先講 就是勤勇聖就是因為 你有那一種動力 像我們也一樣 我們日子過得好的時候 不思也可以啦 那偶爾參加也可以啦 你說真的要用功 他覺得也沒那個必要 真的 你要用幾天幾天在用功 何必呢 因為他沒有那種離苦的動力 那麼越苦的人 他那個動力就越強 那所以 那個 那個積極的精進 在人比較會看得到 那 犯恨 犯恨就是 你會克制你自己的 你有克制自己的 這一種力量 為什麼要克制呢 因為你如果不克制 你就會受苦 那一樣嘛 這個你不努力你就會受苦啊 所以你不克制 犯恨就是 你會克制你自己的力量 就持戒 你會克制我不准 因為我不做就這樣 天人不用克制啊 天人去到哪裡 他沒有那種 他沒有 他不需要克制 因為他的環境非常好 他的環境非常好 他沒有那種怨政會 也很少有 很少有求不得 他失一得一失 死得死 那當然他也那種煩惱性也不重 他有煩惱但是那種惡性不重 所以他也沒有那種說要需要什麼 特別克制的 那我們是如果你不克制 你就會受苦 你就會造惡業 那他那個惡性不大 他有那種好的習慣性 所以但是因為這樣 他也比較 比較不會 第一個他不會努力 第一個他沒有養成自己 克制自己的習慣性 那種心力也不強 心力也不強 他的心是很善 習慣性很好 他有很好的習慣性跟很好的業 但是那個心 我們就這個 他的緣也很好 都是善緣 他都是善緣 果報很好 果報很好 身體的果報很高大 壽命 那麼身體莊圓 那麼住得也很好 宮殿也莊嚴 壽命也長 但是 他的心力不強 不要說人跟天啊 就是娑婆世界的菩薩 跟他方國土的菩薩比起來 大聖經典也常常這樣講 娑婆世界的菩薩心力比較強 果報比較差 他方國土的菩薩 也是菩薩 但是他那種 他那種福報大 享受好 障礙的因緣少 所以他的智慧也比較弱 比較沒那麼力 所以 這個其實就是 益持佛法的能力 智慧 那麼 意念就是 你對於佛所說的法 因為你要用得到 因為你如果沒有記起來 你沒有用 你就會受苦 所以你要把這一些佛教的方法記起來 你比較會 容易記住 那麼 天人他 他聽是歡喜聽 聽了也很歡喜 可是 對他的用處不大 因為他不管有記沒記 他都不會受苦 重點就是有苦 你如果不把他記起來 你以後就會因此而受苦 你如果不克制 你的情緒的 衝動煩惱 你就會因此而受苦 你如果不努力 你就會因此而受苦 那這個是在人才有的 那麼 三二道士一直在受苦 那麼你很難不受苦 而且你 你那個心很暧昧 那那個習慣那個業力 那麼都是 控制住了 就是他受到那個影響 他不容易從那裏面振脫出來 除非他從三二道生到人裏面 那麼才比較有希望 那所以 基本上 人 修行 他是 站在一個就是他 機率上比較高 而且比較容易 那麼佛陀教我們這些都是 人可以做的 那麼佛陀時代有很多低種性的 他沒有知識 他沒有學問 現在我們是因為 教育普及 大多數的人從小就讀書 你在印度 2000多年前的印度是沒有啊 中國都沒有啊 很多人是不識字的 很多人是不識字的 那麼 那麼這些人怎麼得解脫的人 一樣可以 他不是字 他話聽得懂就可以啦 他會想就可以啦 他有心就可以啦 那麼佛陀要的就是 給他方法而已 那麼他努力 他就做得到 佛陀時代 很多王子出家得解脫 很多長者 也得解脫 沒有錯 正出國惡國的都有 三國的都有 但是有很多 守陀螺 也都得解脫 妓女啊 盜賊啦 那麼這一些 比較看起來比較不好的 煩惱惡性比較重大的 那麼煩惱性比較強的 那麼比較無知的 基本上 透過 透過佛陀的教話或是佛法的訓習 都可以得解脫 真的 那麼 這個就是人的特色 天人不一樣啊 天人你看他 殊勝 天人也有得解脫的 也有 但是 機率就比較少 那三惡道就 為乎其為 第一是不可能 畜生要看高級畜生 那 鬼道要看比較高級的 那一種就有可能 但是也很少 比天的機率少 天比人的機率更少 所以人是最多的 人是最多的 那我們 熏悉到佛法 那麼能不能解脫 就是 你怎麼解讀這個佛法 那麼如果你 你沒有正確認識這個佛法 你雖然 你雖然多聞 但是 你的思維錯掉 佛陀時代那麼跟佛出家的 那麼也沒有就得解脫的 沒有 因為 他的觀念錯誤 他的觀念錯誤 那麼觀念錯誤 就會讓他不得解脫 就是他沒有 會歸到 我這邊來 那所以 他不會學會 觀察自己的煩惱 控制自己的煩惱 所以他怎麼可能 調伏跟斷除自己的煩惱 那是不可能的 沒有那個方法 好 因為他的重點放錯 重點放錯 那我們來看 他這裡講 他說 那 於此混凡不不如時之 色 及色面 色為色患色理 不如時之故 樂著彼色 讚嘆於色 樂著於色 那麼 讚嘆色 故取 就直取 那麼取就是 愛 愛 愛取有的取 取 基本上是 愛就加強 直取 那麼 愛是內心的一種貪愛 那麼直取就是要擁有了 那 有時候取 有時候取 也是 一切煩惱的總稱 有時候取是一切煩惱的總稱 那麼有時候又把取分做一種四種取 欲取 賤取 戒取 我予取 那麼又有分做這四種取 那這個取基本上在這裡就是直取 直取 那麼直取就是 前面就是愛 說愛取愛取 那麼 取原有 那麼 愛取之後他基本上 他就攬著 那麼 強烈的攬著 那麼 那麼就會造作未來 那麼的這個業 有就原生 業成熟了 那麼就一定會有什麼 會有未來的果報 果報生 那麼 一旦有生就有什麼 就有死 那麼生跟死之間有什麼 有老病 悠悠悲惱 辛苦辛苦 身體上的 就身體上的 跟心理上的這些苦 那這樣 種種種種的 純大苦聚集 那麼四名色 受 想 行 是 急 因為他這裡叫你觀察 急跟面 那麼 這個急就是 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是怎麼來的 這個五韻身心 就是 他 因為這個色是身體 那麼其實他不是在觀色 他是在觀 告訴你這個生命是怎麼來的 因為身心是 互為緣起的 身心是和和的 我們是這個五韻身 那一一觀這個色受 想行 是 那其實 我們合起來看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生命怎麼來的 那為什麼要觀這個生命怎麼來 因為 我們的生命充滿了苦魄 痛苦 逼迫 因為有苦 那天人 因為沒有苦 所以 這個對他來講 他聽是這樣聽 覺得很好 但是 他覺得他用不到 他覺得他用不到 那麼 所以他 沒有 不會把它記起來 也不會去實踐 因為 他對他用處不大 但是對於有苦的人來講 那麼他用處就很大 那麼 現在是告訴你 這個色受想行是 極 合起來看 色受想行是極 跟色受想行之滅 色受想行就是五韻 五韻就是生命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這個生命 怎麼來的 我為何出現在 這個世界 我為何 我為何是這樣的一個 方式 每一個人不一樣 男的女的 出生背景 那麼 身高 體重 長相 擁有的資源 都不一樣 進一步看 那就差很多 種種的分別 那麼 那麼先看 那我為甚麼 我為甚麼會出現在這個世界 我因甚麼而來 探討這個是因為我有苦 那麼你要離苦 我為甚麼會受苦 先要知道 為甚麼有我 然後再接下來 我為甚麼會受苦 苦是因為有我 那你要知道 那我受苦 我 受苦 受種種的苦 生老病死 願政會 愛別禮求不得 這裡講的就是 這個 老死優卑老苦 生老死優卑老苦 有生 有生 就是有這個生命 那麼你就會有 老 老死優卑老苦 那講 詳細的叫做老病死 願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五孕赤甚苦 就種種這些 就是因為有這個五孕生 不斷在生滅 不斷在生滅 其實他是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講到色 疾 受想形式疾 色滅受想形式滅 那麼你把它分開看 你會覺得 好像 好像 怎麼關 其實他就是 告訴你生命怎麼來的 這樣而已 因為他這個是五孕生 五孕 是色受想形式 色 因為緣起 緣起就是告訴你生死流轉的道理 跟不流轉的道理 解脫環面嗎 涅槃環面嗎 那這個是 這個是印度當時 對於我們這個身心的一個分類 身跟心 那這裡講的就是 色疾受想 疾就是生起 疾就是生起 疾疾生起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五孕 為什麼會有這種五孕機具的現象 形成一個生命 這個就是生命 我的生命 那麼我們簡單講這個就是我 那麼 這裡講 就是 疾 那麼有這個什麼 他有哪些現象 五孕有哪些現象 他講有生 五孕出生就是這個生命 生嘛 那生底下有什麼 老死 他這裡講的是老死 悠悲老苦 老死 悠悲老苦 這些苦 通常我們是這樣看 南傳的是把苦另外當作 一個 悠悲老跟苦 那我們基本上是這樣看 悠苦悲苦 老苦 生苦老苦 死苦 那有時候中間加一個病苦 就生老病死 悠悲老苦 有這些苦 那麼這些苦都是 由生到死之間形成的 那麼生到死之間五孕不斷在變化 所以總說是五孕赤聖 那麼 從出生開始就一直形成這種現象 從出生不斷在變化不斷在變化 邁向死亡 從出生邁向死亡 這個是極跟滅 這裡這個是這裡講的極跟滅 色極 色滅 如果我們從生命的現象來看是這樣 那你從出生到死亡 從出生到死亡之間有老有病 有憂有悲有腦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是 怨政慧 愛別禮 求不得 怨政慧 一般我們講的是這樣 愛別禮 求不得 你可以對照 可以說愛別禮是悲 那怨政慧可能就是腦 求不得可能是憂 也可以這樣看 那即使他就是在講你受苦而已 那麼這所有的苦的原因都是因為 五孕五場 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生命變化 那麼他因為他一出生就決定要邁向死亡 然後這個過程是因為他這個身心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所以他一定會邁向死亡 那麼在從生到死當中 一定會有這一些 那麼出生本身就是苦 那麼到死也還是苦 在生苦跟死苦當中 會有老苦 病苦 憂苦 悲苦 惱苦 那麼這一切苦總說都是因為五孕赤聖 像火一樣在燒 變化 像火一樣在變化 燃燒燃燒燃燒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有八苦 那麼其實真正來講就是 都是由於五孕赤聖 無常故苦 然後有這一些 那麼當時是因為生才有的 所以為什麼出現 只要生 只要有生必然有死 就是生跟死之間就有這一些 那麼他有這些變化 那麼你要了解 我到底怎麼來的 就是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樣的世界 為什麼 因為 有那 就是 有那一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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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帶著無名的業 帶著我見的業 我見我愛的業成熟了 你就有業報生 這個生是業報生 業報生 我們叫做一業輪迴 一業而有的 輪迴 一業而有的生命 那所以他這裡告訴你 吉跟滅 那麼色受想形是吉 那麼色受想形是滅 那麼滅可以說就是生跟死之間 當然也可以說 解脫跟輪迴 就怎麼樣可以不解脫 那所以他這裡講 那所以他這裡講 假設 你不 不 不解脫於這個色受想形式 就是你只要好有業報生 你只要好有業 成熟的業 你就會受報 有受報就一定會 會有生命 現象 這個生命現象 一定有苦的現象 那一定是帶著煩惱的 所謂的煩惱一定是我欠我愛 他就在告訴你這個道理 那你已經知道了你就知道那我要從哪裡解決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不生 你要不生除非什麼沒有業 沒有 沒有輪迴的業 那麼沒有業就是我們叫做有肉業 你就是善業也會生 善業生到天上而已 雖然是善業它是有肉業 因為它是有肉跟無肉的問題 那這個肉基本上就是煩惱 那主要的根本煩惱 煩惱中的煩惱 就是我欠我愛 所以 所有的問題找到那個核心 那麼你只要 你只要 抓到那個核心解決那個根本問題就好 所以現在知道核心在我欠我愛 所以你要從 我欠我愛下手 那麼你就容易解決問題 所以你如果不從這裡解決 你就不能解脫生老病死 憂悲腦苦 純大苦懼 那要先讓你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 所以 那麼 好我們先下課好 ナ 好 好 Ин 谢谢观看